政府花了大钱要对美国采购武器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的是美方交货的时程一再延期 好我们一一带大家来看到 包含对美国采购有400枚的标枪飞弹 还有1700枚的托式飞弹 另外也有42套的发射器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很尴尬的是 标枪飞弹的发射器全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运来了 不过飞弹还在产制当中 台湾现在面临的局面是空有发射器 但是无弹可用 好另外来看到这个托式飞弹的部分 同样也是见车不见弹 因此国民党立委温玉霞就说了 国防部的陆军司令部对中程反装甲飞弹案 今年原本是编列了3亿8千多万元的预算 但是最后呢只有编列2亿8千多万元 是原本计划规模的72.85% 因此他说呢 显示进度已经趋缓了 但是针对这个部分 还有包括对于这个美国采购案 到底能不能够如期交货的问题呢 陆军司令部他们的说法是 进度正常会确保如期货装 好同样还要来看到也是这个国民党立委 马文军的爆料 他说其实国防部有非常多专业运输的载具 需要一些正常授权原料来保养维修 但是这一回也是接获爆料指称 表示有不肖的厂商在海外成立空格公司 在用造假的文件取得正常的授权 实则是用劣质仿制的零件来鱼目混珠 我们来看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有一间公司曾经接过国防部标案 它的名字叫做互畅有限公司 但是因为它的交货品质不太好 已经被列为拒绝往来厂商了 可是没有想到这间公司 竟然是在马来西亚成立 伊达诺卡车车辆公司 结果出具一个假的授权书 给台湾的公司 继续向国防部来接标案 您知道吗 两年拿了5000万的标案 因此引发马文君质疑的是 你国防部毫不知情吗 还是说这当中有内情 好 内幕是不单纯 中共特赦委员会等 各种美日智库近期都举办了兵棋推演 结果也毫无例外的非常接近 也就是美国和日本避讳卷入 交战各方伤亡惨重 台湾成为一片废墟 我们将在台湾的朋友站在台湾 我们将在地区里有力量 我们也要准备 制作最终的经济压力 国际局势动荡 全球军费支出创新高 美中俄包办了前三名 受欧战争影响 欧洲2022年军事支出 较前一年成长了13% 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增幅 台湾则以125亿美元排名第21 而目前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南韩总统尹锡悦 先前曾公开表示 台湾和北韩样是全球性议题 遭北京怒呛台湾是中方内政 外界关心他和美国总统拜登见面时 会不会谈到台湾问题 科比重申 美国遵循一中政策 不支持台独 并且依照台湾关系法 协助台湾自我防御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其实在这两天 大家都非常讨论度很高的 就是一个话题 就是紧争署的保二总队 难道要变成所谓的第二陆军了吗 虽然消息传出来之后 内政部长林又昌有予以驳斥 但是还是引发外界很多的讨论声浪 主要是因为曝光的 这个六大训练内容当中 其实蛮不单纯的 我们先来看到 有各式的兵器训练 还有手榴弹的投掷 另外有小部队的战斗 基础的近身战技 还有城镇限制空间战斗 另外就是这个 大家所高度关注的 城镇战的射击训练 所以才会被外界认为说 是不是这个保二总队 要变成所谓的第二陆军了呢 这个部分呢 就连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也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有特别提到 警察跟军人 在法律的定位还有功能 是完全不同的 政府有责任 应该要把政策说清楚 不要遮遮掩掩 好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的态度 应该要明确啊 因此呢 像是国民党立委 郑立文 他就有特别提到 难道现在我们真的是 票投民进党 孩子上战场了吗 好不止孩子要上战场 现在就连警察 也是如此吗 同时呢 这个议员林真宇 他有特别说 基层的警察 其实加班时数很高 必须要顾虑用枪的时机 而且有装备不足的问题 民进党你真的是对不起军警 怎么还有脸要求 他们要做军事训练呢 柯智恩则是有质疑 他认为这背后内幕不单纯 主要是因为政府 现在想要尽快推行警察 来做战事的受训 难道是说近期之内 就会有所谓的军事行动吗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内幕 好同时 黄阳明他的看法 他也是认为 战争发生的时候 警察还是有任务啊 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够这么做的 另外军事专家也有怒哄 政府如果你听信美国的建议 来打城镇战的话 那么全民就会变成炮灰 警察真的得要成为第二陆军吗 警政署打算征选战训教官 要训练5500名警力基层金呼 难道真要把警察当小兵 真的跟军事无关吗 摊开警方六大训练项目 警方得去学各式兵器训练 甚至手榴弹实弹投掷 以及城镇战射击训练等等 专家炮轰 当警方会在你身旁丢手榴弹 这表示政府要打城镇战 摆明了百分之百 就准备打城镇作战 就是利用老子迅当人 但是一旦打起来 迅有所伤亡的时候 激发向乌克兰的效益 大家就逃入战场 这样才能为美国拼死拼火 把解放技消耗的比较多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 一谋搞这个非对称作战 结果呢 那就是百姓跟军队的上亡 这下场比乌克兰还要悲惨 网友炸国痛骂 政府还在骗百姓 搞巷战就是要害死百姓 手榴弹在街头飞的时候 蔡英文在哪 总统家者不是都在美国吗 大官在哪 战争谁挑起的 凭什么百姓要为美国去死 要把整体国防的政策说清楚 讲明白 不要遮遮掩掩 美国从要求台湾延长兵役 到部署台湾要打陈阵战 专家说 美国只想把台湾当成炮灰 消耗对岸 看看乌克兰到时候全民皆惨 战争一打九的话就势必动员 不管你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 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 能入这个绞肉机里面去当炮灰 纯粹用人命来换取战争的成果 两岸一旦打起来的话 任何国家的援助就到不了台湾 台湾不是被打得伤残以为 还被困得粮食总民有办法进口 蔡英文不懂战争的残酷 贸然接受这种建议 只有自己做事 是台湾老百姓的不幸 到底谁想挑起战争 谁害全民得如此备战 就怕若真的开战 百姓一抬头直接漫天炮火 却找不到美国援军和民进党大官 记得陈正茂,徐国豪,SNG小组,台北报道